有去過三仙台的 有沒有人去過 記者一下 有齁 現在去剛好都是這樣 我是那個 阿美族的 阿米斯 我的阿美族的名字叫 不是那個蟑螂 也不是跳槽 Gazza是 好名字也是我們 阿美族社會裡面的 蔡奇阿苗 家家戶戶都有Gazza Gazza的意思就是 這個人很有遠見 可能 過去的長輩 祖先裡面 很多優秀的長輩 都叫Gazza 那這個名字的由來 主要是 過去 這個 我們那個地方 在一百年以前 還是部落形態 那部落跟部落之間 都會有一些 因為 列區阿 領土阿的關係就會 殺來殺去 那殺來殺去絕對不會客氣 就是一定是伸手益觸 伸手益觸 人頭落地 像布農族 像布農族 太魯閣族也好 或者是 太亞族 那在那個年代 可以說是很野蠻 非常的野蠻 那這個 那這個 Gazza 就 因為有這樣的這種 要為了保衛自己的家人 保衛自己的領域 所以 就設置這個 Bika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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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寮旺台的意思 可以爬高 往很遠的地方 所以 我的解釋 就叫做 這個 叫Gazza 的人 都是非常有遠見的人 怎麼大家沒有反應 好 OK 好 那其實 我們在 像我這個年紀的人 在我的家鄉 算是 保育類的 為什麼是保育類呢 是因為 我這個年紀的 同學 我在那個地方 算是 瓶領結腫 瓶領結腫 我要探親 或者是 要找同學 都要到 北部來 基隆 新竹 或者是西部 我的 我的叔叔 我的姑姑 阿姨 都在這邊 表妹 表兄弟姐妹 跟談兄弟姐妹 都在這個區域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狀況 是因為 這個殖民政權 這個 流亡政府 用錯誤的政策 把所有的資源 集中在一個區域 導致整個城鄉 開始不平衡 在1945年那個時候 其實在日本 大日本帝國統治的台灣 他是走均衡發展的路線 他是走均衡發展的路線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如果按照人口比例的成長 在過去的台東縣的人口 將近30萬 按照這個70年 人口成長的速度 應該要成4倍 照理講我們那邊的人口 應該要100多萬 結果這些 那我們現在的人口 大概在22萬 23萬 那這些會生產的人 會生小孩的 這些青年人 全部都在這個 台北這個都會區 所以 不同的 政權 到一個地方去做 做殖民 就有不同的這個 發展不同的結果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題目 日暑美戰 台灣地位 我想這個題目應該 前面從禮拜五晚上 一直到昨天到今天 這個 這樣的訊息 一直在我們的 腦袋那邊 回轉 日暑美戰最簡單的 看圖說故事 就是掛在牆壁上面 有沒有 二重橋 我們看左手邊這個 然後右手邊這個 歐巴馬 所握著聖經 宣誓 那這個相片 秘書長 他們說是 美國總統送給他們的 那 歐巴馬總統說 你只要給那個 CSLIN 他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很多事情 不需要用言語 就可以了解 彼此之間的 目的 目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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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另外一個角度 得獎的角度 這是得獎的角度 這是得獎的角度 第一 熱氣球 入夜高台 台灣在搬熱氣球 最成功的地方 就在這邊 結果各縣市 也爭相要去學習 熱氣球 結果都是了錢的 都是了錢 好 這個應該 有印象了 柏朗大道 結果現在要進去 已經不能開車進去了 路客比較麻煩 就是中國客比較麻煩 他們就一定會把這些稻田採上去 破壞掉 那台灣一些遊客 少部分還是要再教育 至少比起這些中國客 還是好很多 因為我是從事這種 休閒旅遊的工作 我們曾經 今年 兩組自由行的客人 第一組是女性 第二組是男性 第一組的女性四個人 住一間房間 第一個進來到下榻的房間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是 老闆娘是不是再給我們算便宜一點 就是殺價 習慣帶到這邊來 老闆娘肯定是不會給他們殺價 結果呢 過了一天 住了一個晚上之後 我們家的毛巾不見了 浴巾不見了 他們就拿了那個很大箱的卡棒 那個箱子 我真的不懂 去了那麼多飯店 他能不成每個飯店都拿嗎 我真的很懷疑 結果第二組 他說來自於哈爾濱 他們都號稱他們都很有錢 而且 而且 在中國都有 至少都是一些小企業的老闆 那 我就很熱情的 這是我們的本錢 就很熱情的招待 他們 就請了 請他們喝我們台灣 到底 有機的那個 義山 東面的山 那邊種的那個茶 茶葉 他們喝得很好喝 他們覺得 讚 這個才是架槓的 真正台灣的茶 結果 到了 隔一天早上 我明明就是剛開封的茶葉 要走 他們走了之後 也沒告訴我們 我那個茶葉就不見了 因為他們是騎腳踏車 他們就把 每一個人不是都會有那個水壺嗎 每個人都倒在茶壺裡面 我在回頭看的時候 哇 沒茶可以泡了 那還是沒有進步 他們還是不夠文明 這就是我的結論 參考就好了 不是絕對 好 這個是我們海灣的歷史階段 這個 上網查就好了 馬關條約 這些 史政時期 1895到1915 如果你們應該 你們有上課 你們就知道 台灣的主權 是在1915年 被建立的嘛 對不對 然後進入到同化時期 黃明化時期 民主先生 中華民國接管 舊金山合約 這個是有時序的 好 大概都會走 都會講這些 因為這個 一直續的這種 順序 都會講到這些東西 剛剛秘書長有提到 大東亞戰爭 大東亞戰爭 因為一個戰爭 戰爭的定義 一定是 戰勝的國家說了算 這個征服者 征服者說了算 所以他們說 這個二次大戰 在太平洋 遠東地區叫做 太平洋戰爭 事實上 就好像剛剛秘書長講的一樣 其實那個是 要 東東北亞跟東南亞 要走出殖民的一個戰爭 走出殖民的一個戰爭 來我們來看 好 如果你們可以知道 整個東南亞 甚至於中國 都被 這個歐洲列強 所殖民 過去都是帝國主義 都帝國主義 好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成因 解釋 就是 經濟資本主義的擴張與競爭 第二個 政治國家安全 需要基地 戰略物資 反復 民衆國 及交通線的控制 那 接下來 這個道德的部分 聲稱 對 落後地區人民的解放 以開化 當時的白人 有極高的文化優越感 認為 將這些文化介紹給落後地區的人民 是最崇高的使命 及責任 而白人所負責的責任 不是佔領 是托管 也就是說 這個地區的 就我們 是 是 是 落後地區的人民 是白人的負擔 光是大英國寫 他們建立了 帝國主義的成果 英國曾建立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 全盛時期 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及人民皆是 英國的勢力範圍 都是勢力範圍 好 這裡 我們看這個 歐洲國家殖民 哪些呢 像葡萄牙 荷蘭 西班牙 法國 德國 每個地方都有 這個都在東南亞 印度尼西亞 有沒有荷蘭 菲律賓 台灣 西班牙曾經在台灣 那個殖民過 法國 印度之那 礁子之那 你們知道 印度之那是在哪裡嗎 這裡有答案 越南南部 不是那個印度 不是那個印度 因為找不到名字 稱那個 越南叫什麼名字 所以 法國人 就說 看出現在那個就叫印度 他接近 之那 跟印度之間 就叫做印度之那 好 好 英國最多了 我們看英國 香港啊 新界 連中國 中國就好幾個租界 這個我們上網查 這個都是 英國 幾乎整個東東北亞 東南亞 全部都被英國 所殖民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的英國 是最強大的國家 那義大利 奧匈帝國 比利時 好 反對歐美列強 殖民亞洲各地 大東亞共融圈 大日本帝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提出的 他們建立一個 聯邦聯制的戰略構想的政治號召 在1938年11月3日 大日本帝國總理大臣 敬畏 這個怎麼唸啊 文什麼 回去看 第二次 敬畏聲明 他們要號召什麼 大東亞新次序 主要的目的其實 他們 日本要推動 反殖民的那種觀念 也就是說 我們 我們要建立一個 整個大東亞的一個 那個新次序 屬於大東亞的 然後呢 蘇立日滿中 日本 這是大日本帝國 滿洲國 中華民國 這三國 互相提攜 建立政治 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關係 所以大日本帝國 東亞 東南亞 共同共人的新次序為目標 這個 我們來看這個 大東亞共融圈 就是這些 有沒有 好 來 當初 在那個時候 戰爭前的狀況是這樣 大日本帝國 滿洲國 中華民國 這個地方就是 印度支那這個地方 緬甸泰國 菲律賓 他們開過會 在這裡 有沒有 1940年 大東亞共融圈 大日本帝國 扶植了滿洲國 台灣 朝鮮 中華民國 法蜀中南半島 我們這個自己看 好 大東亞共融圈 中 日本 本國 與滿洲國 中國 汪精衛的政權 及經濟共同體 東南亞 作為資源攻擊地區 南太平洋 作為國防圈 為實現大東亞共融圈 1942年 有沒有 由日本首相 東條英基 滿洲國是張錦慧 中國的是汪精衛政權 大家可能 如果 有印象的話 這個時候的 蔣介石怎麼不見了 所以 可以可想而知 蔣介石在那個時候的 地位是什麼 那泰國有 他的王子來代表 菲律賓自治幫 緬甸國 印度 臨時政府 大東亞會議 會後發表 大東亞共同宣言 大東亞共同宣言 這個就是 大日本帝國挑戰了 歐美 烈牆的什麼 他的既得利益 你在挑戰他的既得利益 他原來的利益 被你 受到挑戰 他就要跟你 就是 擋人 人家的財路 好 再來 戰爭條 條約的台灣 第一個 下關條約 是馬關條約 19 1895年 4月17號簽訂 1895年 6月17號生效 就近三可約 9月8號簽訂 52年的 4月28號生效 其實 台灣的最終地位 絕對離不開 這個兩個條約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超越這個條約的條約出來 那旧金山和平條約 也不是台灣地位的最終條約 所以 像 在 第二條的 第一款 韓國 就是現在的朝鮮 在那個 舊金山和約 就已經成為它的 最終地位的 條約 因為韓國 就是朝鮮半島 在舊金山和約 日本直接承認他們的獨立 台灣的結果跟他們不一樣 待會我們會談到 然後 這個 我們看過了 皇帝 過給皇帝 台灣 永遠讓於日本 有沒有 第二款 這是 那個下關條約 永遠讓於日本 這個我們看過了 好 那個時候的台灣是長這樣 我們 秘書長也有修過這個照片 那日本完成台灣整體的治理主權 來 武力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這個東半部 我們上過課嘛 對不對 是高砂族的領域 就是部落跟部落之間會殺來殺去的地方 那個時候 在 1906年的時候他們開過會 就 然後 那個 總督 府參事 池蒂六三郎就問當時的美國駐台領事 說 你們怎麼樣去 征服印第安人 對高砂地 就是高砂地區 的問題提出意見 所以他們就開始研究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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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這個高砂族到底是什麼樣的型態 後來發現他是屬於部落的型態 確實是部落的型態 我們是 我們像我們阿美族叫部落自主 部落自主就是說 雖然我們只是幾個室主 你是什麼室主 什麼室主 結果因為 婚姻的關係 我們就住在一個區域裡面 就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個部落 這個部落呢 他們會生小孩 會生 一直生 生養眾多之後 就必須 就會造成什麼 資源的不足就會產生增值 產生增值就會 怎麼樣 有自己的社會次序 建立自己的社會次序 我們阿美族是這樣 阿美族是母系社會 那母舅最大 我們是母舅最大 媽媽的兄弟姐妹最大 但是呢 你在你的太太的家裡面 你是最小的 像我們阿美族的女婿 女婿 像我 我娶 我娶我太太 雖然娶了 很像也是 那個只是名稱是娶嫁 事實上她是 她是入贅的 那個情況比較大 我只要到我 業父的家的時候 他們在 那個 就開始 召聚家族的人 在一起 那時候呢 我們的 就是說 太太的兄弟姐妹 可以起來講話 可以表示意見 那我們呢 只能 在旁邊 閉嘴 而且是在小角落 在小角落那個地方 那 我們的財產 都是我們的母舅做的決定 譬如說 這個土地 這一塊 那個地方的土地 是哪裡到哪裡 我告訴你們 如果有爭議 我們的母舅會出面 母舅說了算 所以母舅說了 就是法律 過去是這樣 那我們常常有聽過 原住民在辦 封年祭對不對 封年祭 事實上它是一個 社會制度的一環 現在的封年祭是 比較泛政治化 比較泛政治化 頭目都是 這個 鄉鎮長的 條阿咖 里長的條阿咖 所以已經變政治化 已經不是 不是那麼傳統 那 為什麼會有 現在的封年祭變成 歌舞季 唱歌跳舞 叫做封年祭 其實 這是完全錯誤的一個 一種引導 其實在那個時候 十二歲 我們就要被 拉進來做訓練 訓練什麼呢 野外求生 訓練你怎麼殺人 訓練你怎麼去捕撈 訓練你怎麼去打獵 訓練你怎麼樣去蓋房子 訓練你怎麼樣去服從 那 就會 蓋一個集會所 集會所 那集會所是 有一個比較不好聽的說法 叫做 官夫所 也就是說 阿美族是這樣 母系社會嘛對不對 你千萬不要惹老婆 不要讓佩琪生氣了 我們阿美族要這樣 千萬不要讓老婆生氣了 我們老婆生氣 我們的結果都是很和平的 你只要看到你的行李在偏門 你就要默默鼻子到官夫所去 就是到集會所那邊 那邊都是那些 羅漢喀被修的老公都會在那個地方 集集集集集 他不會給你野放 也變成野生 他就集結在那個地方 那你就要在那個地方 盡到你的責任 因為保護部落的生命財產安全 他們是有責任的 所以阿美族的女婿 叫卡拉夫 有分北邊的說法跟南邊的說法 南邊的說法叫阿爪 卡拉夫的意思就是 幫庸的意思 就是我們去那邊跟 就跟幫庸的身分是一樣 所以你連 意見表達的機會都沒有 在你的老婆的家是這樣 那南邊的說法叫阿爪 阿爪就是說 我們有兩頭豬把這個 你這個兒子 是 欸 欸 弄回來這樣 很沒有 很沒有那個 身分 可是你在你的娘家 你的身分就很高 因為你有財產的分配權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 有權力去主張 所以阿美族的社會制度是這樣 欸我們怎麼講那麼遠喔 好 好 武力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七角川事件 在1908年發生的 那時候日本剛接收了台灣 那麼碰到高砂族 哇 這個很難打喔 齁 那時候本身 本身 阿美族跟泰魯閣族 在花蓮那一帶 就有衝突 齁 那因為打 阿美族打贏了泰魯閣族 齁 因為泰魯閣族 會出草 出草 出草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獵人頭 欸獵人頭 欸 然後 日本人知道說 阿美族好像打贏了泰魯閣族 因為泰魯閣族 非常的 飆悍齁 所以就說 唉呦 這個民族 阿富奈在上 危險危險 就開始 征服 用征服的方式 為了瓦解這個勢力齁 就開始齁 吉安鄉的 南華 泰昌兩村 池南的幾個 就是封閉 這個受封鄉的這個阿美族人 因為阿美族 我們那個地方齁 從來沒有一個殖民政權殖民過 高砂族 唯一 被 第一次被殖民 就是被大日本帝國殖民 清朝 以前 西班牙荷蘭 只能死在沙灘上 你竟不來到我們的領域裡面 可以說是很野蠻 非常的野蠻齁 因為 只是把人當獵物來看待這樣而已 在這個之前發生的大港口事件 就在禁埔那個地方 大港口事件是這樣 那時候 陳寶貞 也就是從1882年 發生了 那個 牡丹事件 台灣族的人齁 殺了 五十幾個 琉球的日本人 結果日本人那時候很強大 就說 這個區域好像是大清帝國在管轄的 就找到 清廷去了 結果清廷就下達命令說 這到底是怎麼樣 結果 清廷的那些在台灣 殖民的 這個同肯區的這些最高 的那種 衙門 衙門長官 他的結論是 欸 日本人 我告訴你答案 那個 不是我們管轄的區域 那是化外之地 所以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地方叫化外之地 從來沒有被清廷管轄過 所以 所以 所以如果你們日本人 真的想要去 去 去 討回公道的話 請你們自己去 跟那些高砂族人 來討回公道 結果真的 他們就派了三千六百個 日本軍人去 對的是排灣族的 這一些族群 就是屏東那邊的排灣族 結果 結果 聽說三千多人進去 活著出來的 大概 不到一千個人 當初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也是 嚇一跳 唉唷 排灣族 這麼厲害啊 不簡單 後來才知道 都死於那個 利己 因為水土不服 死於那個 孽己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 蚊蟲太多了 所以 那個 那些 排灣族的人可能已經習慣 那些被蚊子叮的那種感覺了 所以他們已經有那種 防疫能力了 所以 不用打他們就 就 敗信而歸 後來就跟北 那個北京 就跟清廷講說 北京那邊說 要不然賠款就好了 不要打了不要打 再打下去 死光光了 可能還沒有辦法 討回公道 結果 越討 死了越多人 滑布來 後來是最後用賠款的方式去結束了這個事情 一直到了1884年 沈寶貞就跟朝廷講說 喂 我們還是到東部 裏翻好了 就發生了大港口事件 因為阿美族人 還是不要讓他們進來 就打了打了 很慘 這個 這個狀況很慘 聽說 清兵 他們不善於海戰 很多都 就還沒有上岸 就在海上 就 因為阿美族人會潛水嘛 埋伏 你下來就死在海上 所以死了一萬多個清兵 這樣 這樣 不是辦法 後來就 跟當時的 阿美族的頭目講說 欸 要不然這樣 炸想 他們搞炸想 就是 這個 原住民很單純啦 沒來趴嘛 不要搞那種 搞心機的 那個我們不會 他就騙那邊的頭目說 我們的皇帝齁 說每個 我經過這裡 我們給你們繳稅啦 給你們 米啦 給你們 酒啦 欸 頭目認為 再殺人 也不是辦法 好啦 就同意他們 結果沒想到被他們 怎麼樣 埋伏了 就把這些勇士 屠殺掉了 阿這個屠殺的現場 是在現在的進步國小 進步國小 有機會 要真的是要尋 台灣的歷史的時候 就可以去那邊看 好 七角川事件 有沒有 分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 明治 1908年 12月第一場 第二場是1909年 第三場是 也是1909年 2月17號 最後 我們看最後就好了 最後在3月15日 台東廳長 身為茂柱 與大隊長 木蝦山 一起自己 李與偽 偽裝 就是今天的授封 齁 主持歸順者 歸順一事 並與會中 再度促使七角川頭目 其他這些六個部落的頭目 進行一個和解的儀式 這個是 這個什麼意思呢 後來後來 我們接受 天皇作為我們的 那個 我們作為你的臣民 歸順一事 這樣 第二場 1911年 就在我們那個地方 陳廣澳事件 馬曉少 我們叫馬曉少 那個 我們那邊的漢人 很喜歡 想要 想要消滅我們的文化 我就跟我們的政長講 政長 我教你一百遍 你錯一百遍 那個 我說馬曉少 他說馬勞 你們知道馬勞勞跟馬勞勞意思差很多 馬勞勞是一個部落的名稱 馬勞勞是火光的意思 馬勞勞是混亂的意思 結果那邊的漢人跟我們講說 我們用閩南語講馬勞勞比較正確 我說我們聽了你就是講錯的 你們認為這是什麼狀況 有沒有 這種大中國思維的那種 強壓給我們 我們就繼續 如果有機會的話 名字一定要給他改回來 一定要給他改回來 1911年發生了這個事情 也就是 那時候其實引發這個事件的事 那個台東廳長有沒有 他就要 把我們的槍支 我們這些武器 他說全部要收回來 你們有武器 你們太危險了 像恐怖組織一樣 就強迫把我們的武器收回去 那你想這些人會同意嗎 就打起來了 就打起來了 當然還有一些因素 因為那個日本人說話不算話 就把那些日本人把他殺了 把他殺了 然後這件事情 造成了五個部落 集結了五個部落 就馬勞勞 就現在三明里 這個三明里 應該以後要變成馬勞勞 因為三明里是什麼 三明主義那個三明 很多路變成中華路 中山路跟中正路 有一個小鎮 還有天津街 吉林路 北平路 哇 真的是 我們的路都不見了 都是中國的東西 還有 加吉萊 吉路過海 都立跟班文岸 三百多個人 在7月25號的晚間 26日的凌晨 打到城廣澳指町 我們那邊過去 整個海岸線最大的行政區 就叫城廣澳指町 就打起來打他 打到最後 第一時間打贏了 把日本人全部趕走了 因為那些長輩說 我們不要日本人管我們 我們不要日本人管我們 就 驚動到台東市 有一個大頭目叫馬亨亨 如果你們到台東市 有一條路 很大的一條路 叫馬亨亨大道 就是在紀念這個大頭目 日本人都請他來到這個地方 來做調停的動作 就是做和解的動作 那時候大頭目就跟日本人講說 你們搞出來的事情 你們自己解決 他就是不願意去 幫他們去做和解 後來 日本人說 要不然這樣 我們這樣真的打下來的話 那個地方會被滅掉 被滅主 然後 後來就請了五個 有德高望重的頭目去日本 日本人也很厲害 就招待他們 去看日本的軍隊 去看日本的武器 你看 你看我們的飛機大炮 你們還要跟我們打嗎 那個馬亨亨大頭目看到了 這樣不行 抱病 去跑去那個都立 就是現在的東莞處 那個 其實這個都立不叫都立 那是後來日本人 征服了之後 牽村牽到下面來 以前那個地方叫 Gatmayan 對 Gatmayan 就是熊出目的地方 那個意思叫熊出目的地方 最後馬亨亨就 跑到部落裡面 想跟頭目講說 欸 投降會被滅主 投降投降 後來 真的就和解囉 有沒有 後來真的 隨後八月四日 台北廳 宜蘭廳 台中廳 台南廳 台東廳的征援部隊 集結繽紛南北二陸 剿滅阿美族聯軍 就在這個地方 這邊的人全部都被殺死了 逃得逃 那時候 一些都會區的人都 因擔心會被 被追殺 就 有的就回去自己的那個 那個原來的主擊地了 那最後結論就是在這個 這個派出所的旁邊 現在還在 這個派出所還在 因為我們要求說 這個 兩個絕對不要給我拆掉 因為唯一的政績 只剩下這個 就在這個旁邊 就舉辦了和解儀式 也沒有再把頭目殺掉 只是 懲罰性的告訴他們說 如果你們願意歸順 我們就來和解 第二次和解成功 我們阿美族整條線就被 全部都被征服了 最後一場 霧射事件 1930年 這個大家就知道了 這個我就不加以贅述 那我又講的就是 那個高砂族 從野蠻人到文明人 你看這個年份 1930年 現在2015年嘛對不對 85年 也就是說這些高砂族們 用短短的時間 就變文明人了 這個應該 要有表示吧 難道都沒有掌聲嗎 所以 我覺得 這些高砂族真的很可愛 就是一個民族 這麼短的時間 從以前獵人頭 到現在 變成一個文明人 你看到他們 大家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 像 過去 從西部的漢 那個 平埔族人 或者是漢人 到我們東部的時候 老人家一定會告訴他們說 你真的要去後山嗎 有五十幾年來的 你去不見得會活著回來喔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這樣的 過去那邊不見得會活著回來 後來我一次碰到 我去資本的時候碰到一個 他說我很早就來 我說他六十幾年就來了 他說他的老人家 也是跟他這樣 講這樣的話 你真的要去那裡嗎 你不會後悔喔 他說 他說 後來他去 他沒有被獵人頭啦 他事實上 可能 整個教育被教育到時候 最後哇 去那邊很危險喔 去了不見得會回來喔 這種的那個刻板印象 有沒有 這個我們 上網查就好了 好 特別要跟大家 講的就是 日治時期 台日籍兒童初等教育 就學的比例喔 有沒有 從1904年的3.8% 人家是67% 到了1944年 71% 99% 已經很普及 非常普及了喔 非常普及了 真的用友善的態度 心態去治理一個地方 就是有差 就是有差 好 被佔領 人 的人民 那我們先看 朝鮮與台盆的處置不同 好 我們看舊金山合約 這是舊金山合約的第二條 日本承認朝鮮的獨立有沒有 直接就在條約裡面 承認了 反觀 台灣的 地位是怎樣 日本放棄對台灣 澎湖之所有權力 民旗以請求全 有沒有 所以 那些 搞著名自決 台灣獨立的這些人 沒有搞清楚這個 你可 台灣人可以跟 台灣人講說 你不要去管美國人 你不要去管那個條約 我們 我們跟全世界講說 我們不承認舊金山合約 可以嗎 你們認為可以嗎 我們買賣契約簽完之後 你可以說 我片面的 宣布 停止這個合約 可以嗎 這個是文明的 行為嗎 絕對不是對不對 所以這裡 什麼是正確的道路 其實大家都是聰明人 大家都是知識分子 證據都在網路上面 都在 它一直存在 維基結密解了很多 如果 你們 有時間去看 中華民國 跟台灣的關係 或者中華民國 跟美國的關係 你們就知道 維基結密直接跟你講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這不是我們的 主張 就是 直接把真相講出來 可是台灣人不願意去看這個真相 選擇不相信這個真相 這個叫做什麼症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是一種病 這什麼病 就是說 被害人反而替加害人講話 被害人反而替加害人 袒護 這個叫做什麼 斯德哥爾摩症 對不對 OK 很多人得了這個病 不承認自己有這個病 好 好 預計 國際公約 好 我們台灣是被佔領的地區 對不對 既然是被佔領的地區 就必須用 被佔領的公約法條 法律 國際法 法律來 執行 越南人 胡志明 就比台灣人 做得好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人就不懂 胡志明他們知道要用國際法 請走 蔣介石的軍隊 有沒有 當日內瓦公約被侵害時 這個侵害的人是嚴重的刑事罪行 也就是戰爭犯 他就變成戰爭犯 那按照日內瓦公約第四條 被佔領地區的人 秘書長有講過嗎 不用爭兵對不對 不用繳稅對不對 這個都不用嘛 連國防預算那個都是多餘的 事實上 當初我們在推行這個 健保不用繳錢 讀書不用繳錢 我們不要有國防預算 我們不要爭兵 大家說哪有可能啊 不要騙我 你們 我們 當初我跟我的哥哥講 他是職業機能退伍的 我說齁 我用論述跟他講 法理論述跟他講 他就說 就算你的論述正確 你有辦法推翻國民黨嗎 這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 其實 很多事情是 知難行義 你沒做你永遠不知道 這個事情可不可以做 越南人就做到了 當初被佔領的 蔣介石佔領的地方 不是只有台灣 澎湖 還有一個地方叫做 越南 越南 待會我們再看那個 越南是怎麼 怎麼怎麼翻轉過來的 好 日內瓦公約 我們有空齁 我們可以自己看啊 日內瓦公約 裡面很多我們的權利 像一些財產有沒有 國民黨的黨產 裡面有很多日本時代 留下來的財產 那是公家的 變成他們的 都用一些不公不義的方式 來取得 這個部分最後 會 有 轉型正義廳 來去處理啦 這個我們不用煩惱 生氣可以生氣 但是 要有理性 要有理性 我們 內瓦公約我們有 從49條一直看 都是啦 針對被佔領地區的人民 應該要受到的那個 其實被佔領的 被佔領的地區 可能大家都可能 不是很了解這個被佔領區的那種 人民應該要怎麼自處 其實從 未來台灣 可以學學這個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有沒有 被美國養了100年 你們知道嗎 不用當兵 不用編列國防預算 一樣經濟還是可以自主 也不用繳稅給這個 美國 因為 波多黎各是美國的屬地 然後 這個應該有聽過啦 那 台灣人齁 其實 真的是為了自己的權威樂的子孫 真的是要好好思考 按照國際法 因為 中國也好 美國也好 最近不是很流行嗎 在我們台灣的媒體裡面都看得到 中國也在喊國際法 美國喊 也在主張國際 一切的領土爭議 一定要依據國際法 既然 大家都從善如流 那我們還不如 我們為什麼就不跟著這些大國 玩這個國際法呢 因為玩國際法才是 我們才會贏啊 所以我要講這個 1945年齁 麥克阿瑟他們要再 就召集了這些 各戰區的總司令 他就說我們來討論佔領 那時候 美國的一個 那個麥克阿瑟有一個 那個 幕僚 就跟麥克阿瑟講說 台灣我們不要佔領 我們佔領琉球群島就好了 為什麼 他講了一句話 那時候看了這句話我不懂 後來我知道看波多黎克的時候 我覺得好好喔 為什麼 因為那個準將 這個幕僚跟麥克阿瑟講說 如果今天我們 佔領了台灣 大概我們要養台灣四千年 你們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養台灣四千年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你們希望你們的孩子當兵 當兵器打仗嗎 因為我們不用 不用 不用被徵兵嘛 那我們是不是又省了這個國防的預算 我們是不是把這些四五千萬拿來做什麼 人民的福利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比 這個 新加坡的人更有錢 絕對有可能 除非這個執政者的政策錯誤 否則的話 按照台灣的經濟實力 絕對是 可以超越新加坡 為什麼 按照台灣關係法 我們不是去年發生了太陽花學運嗎 什麼反服貌黑箱有沒有 中國不是恐嚇我們說 那個中華民國的這些領導者 不是恐嚇我們說 像林森文恐嚇我們說 如果我們不參加福貌 不跟中國跟有經濟的任何關係的話 我們台灣會倒掉 所以中華民國跟台灣在這邊 開始活動 像現在 我看到的 你上網查你可以看到 台美斷交 我民視長有沒有跟你們講 台灣什麼時候跟美國見過交 沒有嘛對不對 怎麼會有台美斷交 應該是寫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 這樣才正確對不對 結果在文字的敘述上 全部叫台美斷交 只要有好的 就變成中華民國 在國外打球打贏了 中華台北 輸了 台灣隊 所以這個名詞永遠就在那邊游移 游移 游移 那我們台灣人可能也沒有能力去分辨這個 突然間是台灣 突然間是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人恐怕 所以這個這種的 可以 可以公為這個中華民國的教育 算是成功 如果是要這個 那個 什麼 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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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課綱微調那個有沒有 如果再繼續讓他們通過 哇靠 難怪那些學生也出來反彈 好 這個看 好 主要佔領全國依據條約正確形式 主要佔領全國是誰 主要佔領全國是誰 你們知道嗎 美國嘛對不對 在舊金山合約第幾條 23條 那 既然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是不是 美國是不是也要執行他的義務啊 不能只有享受權利啊 因為 其實在舊金山合約第四條 按照條約裡面的敘述 台灣 澎湖 南沙群島 全部是屬於美國 的 財產 所以你們上網去看 既西山合約第四條 他的標題就是財產 因為這是什麼 戰爭賠償 你沒錢嘛 你們日本人沒錢 你們就 要不然我土地的那個 好處全部給你了 就這樣 有沒有 二十三條 主要佔領全國 的 美麗兼共和國 也就是說他本條約是什麼條約 就金山合約啦 好這邊有沒有寫 言文都寫得很清楚 有沒有 Coping Power 有沒有 這個是 美國 第一次跟台灣人講 就台灣人 的媒體 台灣 還有 中 就在台灣的媒體 這個叫做 一片新聞 他不要給你講 停留在這個議題裡面太久 這個美國的副 國務卿喔 不是助理國務卿喔 也不是囉 是副國務卿喔 國務卿底下的人喔 他直接 這是美國的立場 一貫的立場 一直是維持這個立場 早在1945年的時候 美國就是說 就是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你如果說你搞台獨 就是挑戰美國 日本 中國 台獨 就是在挑戰 全世界的大國 為什麼 有世界 當初有48個國家簽訂 就金山合約 幾乎是全世界啦 後來 這些48國 50幾個國家開始 一直刪了很多 主權獨立的國家出來 你是在挑戰這個 可以說是挑戰全世界啦 說我們要做這麼笨的事情嗎 你們真的以為獨立這麼好嗎 我們要買武器 要跟人家武器競賽 光是買武器的錢 我們就 繳稅就繳死了 你還不如把這些稅省下來 對不對 那個藍料稅 免爭啦 對不對 拍照稅 收一點 這不是才是老百姓的福祉不是嗎 你真的想要搞 主權獨立 你就要經過 你就要解決 就金山合約跟馬關條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卓力克到底說了什麼 台灣獨立引發戰爭 讓我把話說白了吧 獨立議會者戰爭 獨立議會者戰爭 這是美國前任的副國務卿 在美國的國會喔 因為美國的國會被 那些眾議員 算多都是 台灣人養的啦 你看 那種政商關係啦 還有那些 很多眾眾 美國的國會議員都是 中精工企業的 股東啦 真的講股東 直接嗆跟那個 那些 希望台灣經過的這些議員 國會議員 我就把話講白了 我就把話講白了 你就聽我說 來 獨立議會者戰爭 這意味著 美國要出動陸軍 海軍 空軍 海軍陸戰隊 那台灣人就說 不服氣 他說啊 台灣人是台灣的 台灣跟美國沒關係 齁 真的 豪大大 真的 這種 搞不清楚自己地位 黑白鴻 齁 這個都是阿貢的陰謀 OK 好 台灣是台灣 台獨是台獨 兩者不能回談 台灣是美國的占領地 日本台灣 台灣也是日本領土的 日本台灣 台獨是台獨 美國不會為台獨建國而戰 更重要的是 美國不會同意 允許台灣獨立 是因為從美國與日本建國 所以台灣你要真的要走這條路的話 真的要想清楚 因為你前面還有兩個大障礙要面對 待會那兩個人會在畫面上秀出來 他說這是因為 讓我把話說白了 獨立意味著戰爭 美國要出動 台獨不可避免引起兩岸戰爭 引發兩岸戰爭最大的危機是台獨 美國不可避免捲入戰爭 不管情願以否 美國一定會被介入 戰爭規模必將很大 美國軍事力量要全部捲入 所以這個 台灣獨立 這條路絕對 要從我們的腦袋裡面拔出來了 拔出來了 好 剛剛不講過嗎 第四條叫財產 財產 那這個財產 財產的管轄錢是誰的 舊金山河也有交代 管轄錢是誰的 來 美國軍事政府 有沒有 日本承認第二條 第三條中 美國軍事政府對日本以日本國民財產 處分的有效性 OK 這個沒爭議啦 上網查 你看有沒有什麼錯誤 可以慢慢研究 好 看看美國的態度 重返亞太軍事在平衡 來 我們先看兩岸中國人聯手的模糊車鏈 來 中國文字的混亂車鏈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叫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 這個Republic是叫共和 那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差了什麼 英文裡面插了這個People而已嘛 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中華民國的名跑到哪裡去了 只是把它稍微給它遮住這樣而已啦 事實上 跟這個是一樣的啦 可是中文解釋就不一樣了 中文當你翻翻翻翻 中華民國 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外國人怎麼看都嘛一樣 怎麼看都嘛一樣 所以你還罵人家德國法國說 你們怎麼可以把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在畫上等齁 就明明就一樣啊 哪裡不一樣 別再騙了齁 別再騙了齁 台灣關係法可以中國在台灣的法源依據齁 政策聲明的第二條 由於美國總統以宗旨 美國和台灣當局 就是指中華民國啦齁 台灣當局 1979年以前 美國承認 中華民國跟美國的政府關係 也就是兩個中國裡面要挑一個合法的 它是10紀 Gott哥 中國被驅逐出去 它是被踢出去 不是 不是什麼 憤呃 漢賊不兩立 不是這樣啦 他們自己杜撰出來的 引述出來了 現在民進黨也在搞這個 不是蔡英文去美國行嗎 我沒有意思要去 去汙蔡英文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 全部都是民進黨 跟隨的人 拿到的 那個照片啊什麼 那個都是他們提供出來的 真正的真相還沒出來 黨秘書長下個禮拜 你們就看官網 他應該會宣布 真相 是真的嗎還是怎麼樣 其實有同情問我 說 哎呀不知道那個美國人 怎麼跟他們談的 是真的到白宮了嗎 還是到了國務院嗎 還是怎樣我不知道 後來我就 因為這個狀況未明 我們也不能講什麼 我們還要聽秘書長 到底真相是什麼 後來我就 跟他講 我說哎呀沒有懷惱啦 那真的是去白宮的話 你怎麼知道白宮裡面 談話的是誰 搞不好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啊 對不對 美國軍事政府 就給你喬啊 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喔 等秘書長 宣布的為主了 就 靜待 下個禮拜的官網 OK 這個是 放棄台灣關係法 我們不是有一個 怎麼不見了 這個 台灣民政府 就是林志森 有夫人在 美國開記者會 我們的秘書長 跟台灣民政府 在華府 起訴 美國跟中華民國 那時候 哇聽到這個消息 也是很震撼 如果有上過法院的人喔 就知道 只要法院受理 才有機會講話 如果連受理都沒有受理 就是駁回 連談的機會都沒有 好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進入到 當事國都已經 當事人都已經要進去了 都已經進去法院了 好 重點在這裡 該組織還要求 美國放棄 台灣關係法 恢復 舊金山和平條約 台灣今天這個狀態 美國 真的是 你拿他沒責 誰叫他是 主要占領全國 他是 他的軍事政府 在台灣有管轄權 台灣關係法 裡面的台灣人 搞死了我們本土台灣人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 好來 第一 這裡啦 美國人民 與台灣人民 及所有人民間 The people on Taiwan 1800萬 那時候1979年 我們1800萬 The people on Taiwan of Taiwan不見了 On Taiwan就等於 從中國來的 住在台灣的人 跟原本住在台灣的人 他們沒有取格出來 所以台灣關係法是針對什麼 我就給你們 包裹起來 你們都是台灣人 所以 馬英九講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他要刻意引導我們說 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也是中國人嗎 我就在想 不對啊 我的祖先自始至終 就沒有離開過這個土地啊 我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血緣也沒關係啊 怎麼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實在想不通 這個叫做什麼 哇 這個跟 這個叫做 處在一個 跟 跟政治戀利是沒什麼兩樣的 你怎麼可以強迫我們當中國人呢 這是違反日內瓦公約的 你們知道嗎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學學越南 學學胡志明 我們就用國際法把 中華民國 這個蔣介石政權 請你們離開 台灣人的土地 你們說好不好 怎麼沒有反應呢 對啦 三天啦 大家都很辛苦啦 沒關係啦 好 繼續 那台灣關係法出來之後 取代了什麼 廢除的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如果按照舊金山合約第六條規定 來 我們來看第六條 除美金以外 因盡數 自日本領土撤出 既然台灣 澎湖是日本領土 怎麼還有外國軍隊在台灣 中國民國是外國啊 怎麼還有外國軍隊在台灣 有沒有 本條約生效之後 所有聯盟國 佔領軍 因盡數 自日本撤出 此項 撤軍不得晚於 本條約 生效後的九十天啊 照理講 一九五二年的九十天後 中華民國應該要撤出了 蔣介石應該要滾蛋了 為什麼沒滾蛋 問題就在第四條 美國軍事政府 對台灣有什麼 處分權跟支配權 他可以找代理啦 他也可以找代理 所以美國就跟那個 除了 這裡 我們看 把這邊讀完 或 保有日本領土 雙邊或多邊協定者 不受本條約 二十六條約定 說 就算是 這個國家沒有簽 簽署就去這樣合約 日本也可以跟他們 簽雙邊條約 那個時候出現在叫什麼 中 中 一九五二年 四月二十八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葉公超 馬上 那日本就馬上派人到台北來 跟葉公超談 告訴他們說 來 我們看看下面 我先把這個講完 照理講 中華民國的 國軍應該要撤出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撤出 原因在這裡 美國就開始 要求 要求什麼 要求日本 簽訂這個 沒有在這邊 上腦筋 沒關係 我用講的就好了 台北條約 台北條約 讓 中華民國的人 一直在這個地方 中國人 中國人的軍隊 一直在台灣的條約 就簽出來了 就簽出來了 好 那我們再看這個 回到舊金山合約 就是剛剛跟秘書長所控擋的 有沒有 恢復舊金山合平條約 就是這一次228的控訴 兩個 兩大訴求 主要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國籍了 回到舊金山合平條約 你們看到這兩個 有沒有不認識的 這個叫日本天皇 這個叫歐巴馬總統 神世界上最有權威性的一個人 一個人 那唯有這兩個可以決定台灣主權的最終地位 如果台灣真的想要走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就必須要跟他們談 因為日本天皇要從 他要割土地嘛 你要經過 他要在他們的憲法裡面設置所謂的分離條款 才可以准許你 以後未來是邦聯體制也好 什麼體制也好 我不知道那個是未來的事情 我們台灣人是不能離開這兩個 因為舊金山合約很清楚說 歐巴馬是什麼 主要佔領全國的頭子 老大 一切他說了算 他要宣布 如果他像不是有一次他 他要剛上任美國總統的時候 他的證件是什麼 我們要撤出伊拉克 有沒有 我們要把伊拉克還給伊拉克的平民政府 有沒有 這是 所以 美國總統要跟全世界宣布 我們 近世政府要撤出伊拉克 由伊拉克平民政府自己來管轄自己的 沒想到那個ISIS太強了 那個恐怖組織太強了 所以 搞得現在 美國想走也走不掉 好 那個時候這是去年的事情 日本天皇陪歐歐巴馬總統 十六部 剩下由歐巴馬來閱兵 這個是有一些政治意涵的 好 重點它裡面有很重大的宣布 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是美國總統首次表示 明確表示 釣魚台的問題是用於日美安保條約 美國總統 在任的總統首次表明 資源日本行使集體制衛權 在我的指揮下 美國將在亞太地區 與日本緊密合作再次發揮主導作用 歐巴馬表示 親自主導亞太再平衡 這個亞太再平衡 除了軍事之外 就是經濟 經濟跟軍事是連在一起的 就好像人家說 海權的力量絕對不能跟經濟脫鉤 一切的海上 產生海權的征戰 都是因為經濟利益的關係 重點在這裡 有記者就問歐巴馬 歐巴馬說 請問歐巴馬總統 中國若以武力進犯釣魚台 將視同美國動物 又有人問歐巴馬說 請問中華民國的武力進入釣魚台 主權領海內 侵入美金防守範圍 視同什麼 欸 怎麼沒什麼 中華民國是什麼 外國武力 外國武力了齁 只有台灣人不知道 中華民國不是外國 只有台灣人不知道 中華民國不是外國 你們現在清楚了齁 上了那麼多天 我們的話題都繞在這個地方 並沒有離開 所以 這不是我們 這個不是我創造出來的論述 也不是我杜撞出來的 這個是 人家記者問 美國總統講的 他的答案就是這樣 中國軍事力量 好 OK這個我們 中國是一直在那個齁 來我們來看全世界的那個 國防預算 美國 七千多億 中國一千多億 結果成長囉 中國成長了 我們先看這個齁 我們看到這會痛恨 明明就不要出這個錢 為什麼還要付這個錢 有沒有 這個是 八百多億美金 八百多億美金 八十五億還是八百多億 八十五億嘛齁 八十五億美金 八十五億齁 對 八十五億美金齁 我們根本就不用 不用出這個錢不是嗎 八十五億台幣多少 幾千億 然後兩千多億嘛 兩千多億 對 省下來 發給老百姓好了 省省 就不要增太多稅嘛 還給老百姓 要不然就不要繳健保費 拿去補健保 對喔 花這些錢要給開的 好 現在是這樣 美國的預算降下來 少了一千多億 中國的成長 今年呢 2015年 中國已經變兩 兩千多億了 美國還在降 降到六千一百 這是去年的齁 日本四百八十億 跟德國一樣齁 那如果說俄國跟中國 加起來 還不到兩千 兩千六百億嘛 還不到美國的一半齁 有時候就算這兩個國家聯合啦 所以美國說 中國 不然來啊 我們來軍備競賽 俄羅斯 蘇聯解體就是因為 美國跟 冷戰時期 美國跟那個蘇聯怎麼樣 軍備競賽搞到 蘇聯的經濟 三個瓦解掉對不對 那美國這次又重施 重施故技 好像這個方法不錯 不用流血 你就倒了 然後蘇聯解體 變成好幾個國家 中國說 中國也是有那個條件啦 中國有那個條件 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地圖嘛 滿洲國可以變一個國家嘛 原來的中華民國 就是原來的支那 西藏 新疆 蒙古已經獨立了嘛 有沒有可以形成很多國 所以 那個中華民國 以後可以回去他的祖國啦 這個美國幫你鋪路 好 美國島鏈戰略的示意圖 很多人說 台灣 有那麼重要嗎 是很重要 是非常的重要 美國軍事基地 永久都美國基地啦 那 我問你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 假設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結果會怎樣 中國是不是可以主張 把領海拉到這裡來 所以 中國就有太平洋了 有一次我去三仙台 那個 就有人問那個路客 說 老鄉啊 你們 中國啊 地大物博 有酒在溝 有什麼有什麼 有洞庭湖 你們的湖夠大 對不對 你們還來這個小地方幹嘛 他那個 他的回答很妙 他就說 我們來看看祖國 緊鄰太平洋的國土 哇 他說 緊鄰太平洋的國土 他說這個是我們的地啦 原來我一直想思考這個問題 原來你們想來太平洋啊 因為 他被 中國幾乎沒有海啦 他跟太平洋是沒有關係的啦 這個時候台灣變中國的時候 會發生一個狀況 日本 韓國的 所有的物資 石油 能源 全部都是從南海降上來 不是從這邊就是從這邊 如果說這是中國的 請問一下 第一個會崩盤的 經濟會崩盤的是什麼 韓國跟日本 所以這個韓國有時候 只是看不懂這些韓國人 敵人是誰都搞不清楚 中國如果把台灣吃掉了 並吞了 日本的船要從這裡 如果要活命 放下買入錢 有沒有可能 經過一次多少錢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巴 這個這個這個 台灣運河 對不對 小錢 對不對 那按照香港的經驗 中國在香港的經驗 一棟房子 他用天價買來 當然 他的租金就要用天價 他說 我有一個香港港朋友 他說有一個很有名的商店 他那個很大 你知道他一個月跟那個 因為他做很久了 那個那個那個 在那邊做生意的 也是很大的品牌 竟然一天 一個月要跟他收租 240萬港幣 以前不是這樣嘛 了不起 50萬就很偷笑了嘛 對不對 一個月 240萬港幣 那個叫做什麼 城裡市嘛對不對 將近一千萬 如果哪個商家有辦法 一個月一千萬的租金 你 再怎麼賺錢 也賺不夠給房東嘛 對不對 這就是香港經驗 中國人肯定 要在這個地方 用最高的租金 來讓你們的船子 運過去 錢都能中國人賺就好了 所以 你們 你們認為這些 這兩個國家的經濟 不會崩盤嗎 肯定會崩盤 那時候日本是不是要跟美國講 你把我的台灣搞到不見了 你得負責任啊 是不是可以 日本天王跟要求歐巴馬 我會土地咧 當就是管轄錢給你們咧 不是說土地你可以拿去賣掉咧 所以美國就失信於全世界了 所以美國 所以剛剛講說台獨一定會引發戰爭 意思就在這裡 台獨不可以從 你的美國的手上 脫離 跟日本天王脫離 這個原因也在這裡 除非台灣有一天喔 告訴自己說 騙自己說 沒有來爬 我們有能力 打贏美國 打贏日本 這樣不可能咧 有一個可能是外星人來幫我們打 請飛碟來幫忙打 那個叫 不可能的事情 那個想都不用想 所以這個事情 會 引起太大的問題 好 美國說 就警告南海喔 因為中國在那邊 鋪 鋪圖照路嘛對不對 欸中國已經侵害 侵入到這個地方了 而且這個名字也他們自己定義喔 你今天有錢了 你就可以誰 講到大聲 對不對 南海就南海 為什麼要叫中國南海 誰說了算 南海就南海幹嘛叫中國南海 以後 我們重新給他定義 你們說好不好 不叫中國南海 免得 我們要去中國 台灣是台灣 跟中國不要有任何的關係啦 除非你中國真的很文明 很民主 可以考慮啊 文化交流OK啊 對不對 好 美日聯盟的強大軍力實力 這是 人家美國已經很清楚囉 台灣人還在那邊 被這個台灣的媒體騙啊 哎呀蔡英文是 美國 中華民國史上 第一個參選人 可以進入到白宮 哇畫這個標題畫得很大喔 台灣人我講幾乎 以為就是這樣了 這叫媒體效應 這個媒體真的是齁 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所有媒體的老闆全部要收 法理學院 你們收好不好 欸 對對對 要不然齁真的是 你們知道嗎 那個 胡中信 你們應該有看過胡中信那個 那個 的那個政論性節目 嘿 他最近很紅喔 什麼台都跑 他說他有一次去馬來西亞 碰到他的粉絲 他說哇 胡先生 你是學者 我看過你的書 我很欣賞你的書 他是一個 馬來西亞的一個主播 哇 這個 崇拜齁 結果 主播 一上主播台的時候 他就跟胡中信講說 胡先生 待會兒我告訴你喔 我們國家是 一中政策喔 你不要給我講中華民國喔 胡中信說 明白 我了解 所以他的言論就是 中規中矩 他不會離開那個 就是在一中原則 那請問你一下 他上台灣的媒體 是不是也會被 台灣的媒體講 要不然你會被封殺對不對 胡先生 這現在管轄的是中華民國喔 你要講中華民國好喔 不能講中華民國不好喔 要賺錢嘛 對嗎 對 所以這些政論 民嘴齁 他們的話 聽一聽就 最好不要聽啦 聽了給自己煩惱而已 OK 可是很難耶 你一開電視 就是那些嘴臉 哇 沒辦法 美國的國防部長叫卡特 跟日本的防衛大臣 以前叫防衛廳 後來變防衛神 未來就變成防衛大臣 大臣 防衛大臣就是什麼 國防部長 每日防衛合作指針 這是最新的 最近的 每日安保同盟範圍 擴至全球 好 時間的關係齁 我就加快速度 好 舊金山合約第六條 看清中華民國的地位 這邊講佔領結束 佔領不是沒有結束的 沒有那種永久的 該結束就要走人 有沒有 剛剛不是講過嗎 為什麼中華民國還沒有走 來我們來看中華 蔣介石可以來台灣是 一般命令的第一號碼 這個我們上課裡已經有講到 來 9月2日受降於世上對戰敗國日本所發布的 關於武裝力量在向各被授權同盟成員國投降 以協助其軍事佔領的過程中 應注意的事項 也就是說 蔣介石來台灣是賢麥克阿社的命令 那個叫做金氏佔領 10月25號絕對不是台灣官復 光復節 光復節 這個蔣國講那個中文齁 沒練等人 我講阿美族的話很順耶 你們不要聽 我愛好就是你們好嗎 我愛好 大聲一點 我愛好 這嫁給台灣 台灣的語言 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然後到東部 尤其到阿美族的設計 我愛好 或者是 我愛好 反正來 馬上拜 都可以 好 再回到主題 日本帝國大本營 尊奉日本天皇指示 向盟軍最高統帥 麥克阿社元帥投降 向誰投降 不是向蔣介石投降 是向 麥克阿社 是麥克阿社下令給底下的人來佔領 來來來這裡 假 有沒有 假 中國滿洲外 台灣北尾 16度以北 有 怎麼樣 蔣介石同帥 像蔣介石同帥 通帥 以是什麼 像朝鮮阿是向遠東蘇軍總司令投降 兵 這個 對 東亞盟軍司令部最高統帥 澳大利亞軍隊司令投降 兵 是向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投降 朝鮮半島跟陸軍 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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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有所本 絕對不會亂講 因為我們這邊亂講 這個全球 現場實況轉播 講錯了我們會被檢討 我們會被檢討 好 好 剛剛講到台北條約 來 我們來看這個 其實你看日本放棄台灣澎湖 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 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以前是誰管轄的 台灣 高雄州 第二台誰管轄的 宜蘭州 知道了 大家知道這個概念 以後 我們會碰到這個問題 因為 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跟台灣被處置的 是一模一樣 都是Renunce 好 我們看裡面的內容 1964年2月29日 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他就問 說外務省條約局 局長中山榮 答覆說 日華和平條約第四條 雖然有 鋼田先生所指的條款 簡單來說 這條款 規定 雙方承認 開戰前日華所締結的 貴無效 然後我看這個 1952年5月30日 日本眾議院審議中日合約時 因為 他們的國會有在審議這個 議員林白朗 發問 第十條說到 中華民國國民 應被視為 我們的國籍喔 說 視為 說視為 和說 視國民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人 就回答說 視為 視為 是因為 領土問題 還沒有做最終決定 但清楚喔 台北條約就已經講 跟那個外交部長講得很清楚 跟蔣介石講得很清楚 是因為 是因為 領土 還沒有問題 還沒有解決 那因為日本又要從台灣撤出 被要求要撤出 那個台灣的 那個領土 那這些原本的日本台灣人呢 如果他要出國要怎麼辦 他用什麼身分 所以 這裡喔 他說 主要為了 台灣 澎湖島的 住民 就是原來就是本土台灣人 或城市在那裡的住民 要來日本或前往其他國家使得 方便而設置 所謂方便是 譬如 在法律上的方針 是因為台灣以及澎湖群島 最終的領土 歸屬 還沒有 還不清楚 而一旦舊金山合約生效 台灣 就是我們原本的台灣人 就要脫離日本的國籍喔 就會失去日本的國籍 處於國籍不明的狀態之下 很不方便 所以呢 第十條 那個 台北條約第十條說 台灣跟澎湖的住民 都視為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視為包括中華民國國民之內 所謂具有視為的規定 這是規定 並不是法律 也不 也不見得 這個不是 欸 葉公超講談清楚 視為不是法律 也不會在這個條約裡面 只是方便行事 喔 所以大家注意 這個狀況來了齁 來 如果 七月份 以前 按照秘書長的時程 美國法院 判 中華民國國籍 無效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情況 秘書長講說 聽止選舉嘛 對不對 有聽過對不對 但是 中華民國的國軍 還在台灣呢 按照 舊軍商合約第六條規定 他們是不是 外國的軍隊 是不是要撤出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 一到台灣之後 怎麼會有兩個 軍事政府在台灣呢 這是 違反國際法的嘛 所以會發生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 第一 中華民國的軍隊 要撤出台灣 立刻 立刻 立刻撤出台灣 一樣給你三 九十天的時間 假設七月份 判決下來 八九十 十月份以前 中華民國的軍隊 要撤出台灣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要不然中華民國在台灣 要解除武裝 他的武裝部隊要解除 第三點 第三個方向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直接接管 哪一個比較好 接管就好了齁 OK 就沒有所謂中華民國國軍了齁 那時候就沒有所謂 因為中華民國 就要流亡了 不知道是流亡台北呢 中華台北嘛對不對 還是中華紐約 也不錯嘛 中華雙向元 雙向元不是有國旗 三旗嗎 那個也是今天的省旅行嗎 中華華盛頓 也不錯啦 中華洛杉磯 中華舊金山 都沒有關係啦 隨便啦 最好是都撤出台灣 台北最好 連台北都不要 那回到你的領地 你現在可以控制的領地 領土就是金門馬祖嘛 外加一個平潭島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人不願意回去 那繼續流亡啊 看有哪些國家的城市願意接收你 給你一個小塊的地方 那你們自己在那邊 你們的經濟那邊我可以保護 對不對 就會 這些事情就會發生 那你們剛剛講到接管 來 好像是走接管這條路線 來 這個部分我們就 來來來來來 我待會再講那個接管的事情 我來看這個 1952年7月月公超在中華民國立法院 造會第一號是否具有領土主權的法律效力 第一號是什麼 這個是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第一號是否有領土主權的法律效力 他直接講說 這個效力是臨時性的 並不是合約的一部分 OK 所以你中華民國不能再講說 麥克阿瑟叫我們來的啊 那個就是法律 可以這樣子嗎 喔這裡他自己也承認喔 這是臨時性的 不是合約的一部分 他是我國政府控制下的一切領土 所謂控制是一種 事實的狀態 沒有任何法律意義 以法律上的主權截然不同 你們還要說臺灣是中國的嗎 臺灣人 喔 OK 1964年2月23日 日本眾議院又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邊牽扯到幻文的條件 中華民國的領土權問題完全無關 這個幻文跟完全 我因為要從一號命令轉到 這個台北條件嘛 沒有關係 此規定以國民政府 在這些地區施政事實前 尾前提 很明顯並不代表 政府 該政府擁有這些地區的領土權喔 所以控制不代表你有領土的權利對不對 OK 好這個一個沒問題吧 我們的腦袋清楚了啦 OK 好 我們再看這個 1964年2月29日 也是日本眾議院 關於這個問題 日文用領域 可是中文把它翻成領土 他說 日本放棄一切的權利 被中國人翻成什麼 權緣 一切的權利叫權緣 也就是說 他們把它解釋成領土權 這個中國人實在是喔 太厲害了 很會黑白來 所以日本說 領域領土 反正土地 在舊金山河葉裡面 日本只是放棄了台灣的一切權利 所有的權利權限 並沒有講說領土主權喔 OK 沒有這件事啦 連日本都覺得沒有這件事啦 但交涉當時所談的內容很明顯 以主權問題不同 兩者一直是分開的 好這個是解密的資料 我們有時間我們就上網查 就有 好 1952年 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 向立法院解釋這個條款 就金山合約 並未規定把這些島以還給中國 沒有 就金山合約 這是葉公超自己講的喔 所以 並說 基於這些領土原來是我們的 以及現在被我們控制 更加上 日本已經在中日合約 中放棄 因此 我們事實上 他們事實上 還給我們 在其他事實上 就金山合約 也沒有條文要決定 台灣澎湖的解脫 這邊顯得很清楚喔 所以就金山合約 並沒有決定台灣的最終地位啦 沒有 這是確定的 這句話是確定的 1952年5月13號 中華民國外交部 的中日合約報告 查 舊金山合約 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 而未確定其誰屬 遲點非至中日合約 所能不具 也就是中日合約是在 舊金山合約底下 的一個位階 他沒有做最終地位的權利 他的法律隨時可以被日本 怎麼樣 取消 1970年就被取消了嘛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 援系台北條約喔 並沒有喔 日本直接宣布 取消 片面取消 外交部長在立法院 又要針對這個福爾摩沙 跟澎湖的地位 當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 以澎湖的主張後 只有中國具有接管的權利 事實上我們現在正在控制它 無可置疑的 它成為我們領土的一部分 好 這句話 引誘了很多台灣人 引誘了很多中國人 但是 就是 微妙的國際情勢 讓它不屬於我們 這句話誰講的 葉公超講的 外交部長代表一個國家 在國 在國外是這樣 在目前的情況下 日本無權 將福爾摩沙 以澎湖移轉給我們 日本即使想移轉 我們也不能接受 為什麼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日本就算是情願要給你 我們也不能收 為什麼 舊金山合約有規定 權利在誰手上 美國軍事政府的手上 管轄權都在美國軍事政府手上 所以我們在看 日本放棄台灣之後 你要看到第四條 你就知道答案 喔原來 這些放棄的一切權力 全部跑到美國軍事政府走上 所以 只有美國軍事政府 可以在對台灣 有任何的處分權 跟支配權 所以我要給誰管 就給誰管 也就是說 今天美國軍事政府 承認台灣民政府 對台灣有管轄權 就OK啦 我管你什麼 什麼單位 我管你什麼AIT AIT是沒有權利對台灣 有任何的主張權 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只要 對準對象是正確的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就符合舊金山合約的精神 舊金山合約 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是向美國提告 請你們回到舊金山合約 台灣才有希望嘛 不是嗎 可是我們已經走了 不是 就那 就差那麼幾天 就等嘛 就這幾天 這個月最難熬了 等待是 是一種煎熬 你們算很好了呢 就說你們要給自己掌聲 我覺得你們要給自己掌聲 你們是最幸運的 你們這些後面的 都最幸運 那些打拼九年的那些人 房子都拿去抵押 未來就是要停 台灣民政府的論述 為了台灣的未來 這些人都需要被紀念 國家一定要對這些人 怎麼樣好好的對他們 要不然這些人 秘書長最久啦 十幾年 這種堅持真的是了不起 好 所以這個 台灣人的中國籍有沒有效 肯定會無效啦 肯定會無效 接下來就是動作 我們來看那個 時間的關係啦 我們就 這個部分我們就 有沒有 日本政府 宣布廢制台北條約啦 1972年 因為他們跟中國建交 好 我們來看 看越南 我們學學越南怎麼做的 如果越南 1945年沒有胡志明的話 他用這個 1884年這個我們看過就好 我們來看這個 他在這一段我就很認同啦 這也是現在台灣絕對不能 去靠支那的原因之一 台灣靠支那只會走向什麼 悲慘沉淪 事實也是這樣啦 真的沒有比較好 怎麼不會動呢 是喔 唉唷 喔 好的 這裡啦 我們這個看得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大家比較熟知的是 蔣介石 壽命麥克阿瑟 要接受日本投降 暫時托管台灣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蔣介石受托代管的是 越南跟台灣 這就是歷史的轉越點 台灣 我們同樣 都被蔣介石 佔領 人家為什麼可以把蔣介石趕走 來人家怎麼做的 他說 可見這兩個地方的民主性 造就了不同的結果 當然還有一些客觀因素 對吧 1945年 蔣介石的軍隊進入到河內 20萬人 喔 真的很糟耶 那些 我們 那邊有一個越南的那個 越雍 我就問他 我說 你們有沒有 你們 你叔叔有沒有被餓死 他說有 我們家人就有被餓死的 因為那時候 剛好那一期到座 全部被這些 野蠻人 全部割走了 死了好幾十萬 越南人耶 二子齁 糟糕真的是 他們沒有機會 這就是因為人家 先進國家 在佔領是 好好的保護 被佔領者的生命財產 他們是怎麼樣 好好的搶奪他們的生命財產 這個 文明跟野蠻就是有差啦 OK 好 蔣介石派如漢 帶二十萬的軍隊 進入北越 南越則由英國代管 慢慢送到法國的手中 因為那是法國的殖民地 如果沒有胡志明的話 蔣介石的反共基地 越南最後又變成蔣介石的反共基地 越南是中國固有的領土 未來是走到這個部分喔 現在跟我們台灣的狀況一樣喔 有沒有 蔣介石的如漢部隊 進到越南 陳怡的軍隊 進入台灣 一樣的 因為他們的經濟非常的差 吃霸王餐 坐霸王車 打人搶劫 強姦等等一大堆 甚至搶糧造成 越南的大饑荒 二十數十萬 這個數十萬 不知道幾十萬 一定很多人 所以 越南人要對中國人好 很困難 你一天到晚 罵日本南京大屠殺 殺台灣人 他們有在客氣嗎 有在講這個嗎 中國人 你是不是每年 我們是不是可以要求以後 中國人一定要跟台灣人道歉 要不要 只有一個人反應 謝謝 謝謝 OK 那 越南 已經 上將 感受到那種 可怕的事情 好 於是 胡志民做了兩件 改變越南人的命運事情 要求越南人不要講漢話 他做對了這些事情喔 我們的錯就在這邊 如果我們講不一樣的語言 人家會想 你們明明就不一樣啊 講不懂的話 對 還好我阿美族的話 還講得還不錯啦 以後還有機會 傳傳承這些 台灣的 本土語言 不用漢字 改用羅馬拼音 第二條聯合國 聯合法國 簽訂六三協定 要求法國 只要幫忙趕走蔣介石 越南願意成為法蘭西的一神 不錯啊 這個方法很好用啊 對不對 我們的上頭是誰 美國嘛 日本嘛 我們是不是可以 跟美國日本合作 把這個人的軍隊 對嘛 方法 如出於測不是嗎 對不對 秘書長 帶領的 對給秘書長掌聲好不好 對 好 好 當初也是被抹黑啦 一樣啦 這個狀況 那個都差不多啦 重點是什麼 意志要堅定 方法要正確 正確已經給你們正確的方法啦 OK 這個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照理講 講 蔣介石的軍隊 早就該離開台灣了 一直沒有離開 簽了這個條約就 又要留下來 是不是 當然這個對美國有好處啦 可以均售嘛 對不對 繳保護費 好 日美10個18年修改了防衛合作指針 這是最近的 最新的 也就是說 日本 是這樣啦 我簡單的講 美國的軍艦會從台灣海峽經過 那個 中國的導彈隨時都在那邊 stand by 靠過來一點 靠過來一點 只要超過我們的領海 我們就 射 中國隨時都在期待這個 日本 日本跟美國就 最新修訂 今年修訂 只要美國的軍隊 美國的軍艦 美國的飛機 只要中國有導彈去發射它 日本可以在第一時間就把它打下來 這不一樣喔 除了這個之外 日本還可以出海 到世界各國幫美國打仗 這是有一個好處啦 有些美國打仗不太會死人 美國現在打法跟過去的打法不一樣 可以死別人 他們不會死自己的 所以日本也學了這個 他們就開始研發先進的武器 研發了 逆中的戰機 研發了 你還沒有看到我就把你打下來 這就是美國 叫日本 日本也學會了這個方法 結果中國說 我也想 我要想 跟你們一樣 所以要 中國想要快速的跟美國一樣 最好的方法叫做什麼 山寨 模仿 這是中國最厲害的一招 對不對 我要跟你一樣 最快的方法就是 我先模仿你嘛 我先仿造你嘛 對不對 可是 很多美角 就不一樣 這個裡面有一些技術性 人家用了幾十年 不是你三天兩天 所以 中 當日美 同盟的時候 中國 基本上已經不是我們 他雖然會成為我們的敵人 但是 這個根本就不是 可以恐嚇台灣人的一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手法了 這個 這個手法已經被 已經打壞掉了 所以 中國應該也不會用這個來恐嚇台灣 現在 他的戰場轉移到南海去了 好 亞太軍事在平衡 好 這個都是強硬化了 這個不用我們講 美國人說 你們民政府趕快 繼續訓練你們的官員 那個 想當 教育部長的 學歷還是高一點 真的 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這不簡單耶 真的 這是我們的經驗 那些 軍手們 在那邊參加專訓那些人 他們以為說很容易 當官很容易 其實不容易耶 你知道那些軍手 一天到晚要去拜訪耶 台灣民政府 美金要進來囉 歡迎美金進來 啊 不可能 等來的之後 這時候再說啦 人言人語 沒關係啦 這些人以後 國家一定會好好的 優待他們 你們說好不好 優待我們 好不好 這個叫革命先行者 歐巴馬警告中國有沒有 直接嗆聲了 很少美國總統是這樣的 一般美國 只要嗆聲到美國總統的位階 有沒有 一般都是外交 外交人員 嗆聲嘛 對不對 哎呀怎麼樣你們這樣不對 到國防部長 嗆聲而已 可是到了美國總統的時候 通常事情不是 欸 這個叫做什麼 人家講齁 那個 軍 軍無細言 這個話說不回來的 出去了 就不能說回來 喔 軍無細言喔 他已經跟中國講喔 該去任何一方填海造陸 為挑釁的行為喔 其實有一個翻譯叫做 那叫侵 那叫侵害 就是侵入別人的領地啦 領土啦 因為南海 南海本來就是大日本帝國的 那個南沙群島本來 以前叫做西沙 西南群島 就西沙跟南沙 那個區域都是喔 因為 現在他填海造陸的地方 是很靠近那個南沙群島 我們西邊還有一個西沙群島欸 他已經超越了那個西沙群島 你說這個不叫侵入叫什麼 對不對 所以 因為 南海的國家像越南阿 馬來西亞阿 菲律賓阿 新加坡阿 文萊阿 這些國家 只能奠奠的看著他們在那邊 大國在那邊 秀來秀去啦 秀來秀去 他說 歐巴馬說 若開始捨棄這樣的方式 當突然 出現衝突 各國以及國家的大小海軍軍力的強弱 而非基於法律 進行主權宣稱 那麼 我認為 亞洲將見失繁榮 亞太地區 將見 失繁榮 你們 你們不覺得美國很想打這場戰嗎 你們不覺得嗎 你們 如果聽過秘書長的歷史論述你們就知道 以前美國人欠錢 通常不管是用什麼方法 打一場 打一場就 免行阿 對對對 又打又來阿 對喔 對 現在美國最大的債主是誰 中國嘛 對 不來阿 又打來阿 所以中國很欠 美國現在很欠 很欠打一場仗 當然我們不鼓勵戰爭 因為美國在打仗是不會害 他們的人不會死 是死別人阿 有沒有 他們在打那個恐怖組織不是都這樣嗎 人家死 你殺我一個我殺你 二十個三十個 這個叫做 我 加倍奉還 沒辦法 人家大國就是這樣 要不然 你拿美國奈何嗎 要不然你有種跟美國嗆一下 好 美國 美國 將持續在南海偵查 但避免 以中衝突 話一定要講得漂亮 我們不是愛打仗的國家啦 但是齁 你只要進入我的 防疫的地方 喔那個 那個 我就 就不客氣啦 我就不客氣啦 美國都是這樣啦 你先打我 我就給你連 這個叫加倍奉還 連本 代理的給你還回去啦 喔 這才是重點齁 我當初 我跟那個 我們那邊的那些 像我這個年紀 因為我們已經是保育類的嘛 人已經很少了 就跟他講 那些人齁真的是 腦袋 哎呀 我這個年紀以上的啦 齁 都裝 阿摩頭啦 齁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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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講不通 他就說 哎呀 你不要相信美國人啦 美國人離我們很遠啊 啊 美國人是詐騙集團 就 就 我說 哎呀 好啦 慢慢跟你溝通 還是很困難齁 還是很困難齁 美國 國防部長說 亞太已經佈出 2000架飛機 35萬名的軍人齁 180艘的船艦 未來幾十年還會一起繼續增加 因為齁 如果美國有4千架飛機的話 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四十四 至少有兩千 還會再進來四百架啦 兩千四百架 再來 如果他有三百架 五百架的話 應該沒有 不只三百架啦 他還會有幾艘會進來 還有 一百艘左右啦 還有 因為到了2020年 百分之六十的海軍跟空軍會 進入到亞洲地區 而且他還 美國還 歐巴馬還讓什麼 日本一的 太平亞司令喔 索衛亞裔司令 也是美國海軍唯一的亞裔四星上將 美國是這樣 他們一顆星叫做準將 兩顆星叫少將 三顆星叫中將 四顆星才叫上將 美國的海軍齁 出生在日本橫須號 就是 第七艦隊 第七艦隊就是他的故事 第七艦隊的地方 現在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叫華盛頓號 華盛頓號好像上隔夜回到美國去大修 我一直很希望福特號能夠來到這裡 因為現在福特號 還找不到那個實戰的對象 因為美軍的精備一定要有實戰的經驗 像F-18 對不對 F-18 他應該是全世界實戰經驗最豐富的戰鬥機 轟炸機 他是 超級大方向是算是 轟炸機啦 戰鬥轟炸機 又可以空對空 又可以空對地 雜射 還沒有用到那個V-2轟炸機 這種巨型的 大型的 其實美國的轟炸機有很多種 比較有名就是V-2 V-1也是很有名 還有再就是最新的協和號的那種轟炸機 太多了 太多了 你看 這個卡特就是美國的國防部長 遠端的隱身轟炸機 還有咧 還有我們沒有看過的 因為我查了很多資料 大概F-22已經來了嘛 你們知道F-22 等一下再講 美國百分之六十的海空軍的 將要在這個地方部署 好 現在 目前的資料是這樣 因為 他們不會 那麼快就看到這些資料了 亞太區美軍基地的分佈 在日本有三萬五千人 韓國有兩萬五千人 不包含航艦打擊群 關島駐守 兩千九百多 這邊還不算 台灣駐軍 台灣駐守美金 目前還未公開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只是說 我們要 美國 金氏政府 跟台灣民政府 說我們的政策是 和平轉移 無縫接軌 什麼叫和平轉移 無縫接軌 對 你上你的班 你坐你的車 你上 你坐你的田 結果突然間 領導人換了 欸 對不對 這個才叫無縫接軌 然後最好不要動亂 一樣 做習 正常 造就 但是呢我們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訓練四千名的什麼 高級公務人員 這是美國 給我們要求的 我們就不得不做了 當然 當然很多無奈啦 但是 真的有時候 這個阿嬤我也是 很佩服她啦 一定要做教中部長 實在是 以後我們自己衡量自己好不好 不要 不要 我給你講一個笑話 大家都醒來了 這樣可以幫助大家 也快 哇差不多了 我講這個笑話就結束了 講不完了 那我講這個 我們台東縣議員有一個叫 王議員 他也是小學畢業啦 然後有一天他就到議會質詢 結果他就 起來很煽氣 教育局長 給我站起來 教育局長說 欸議員有什麼事嗎 有什麼指示 有什麼請教 這樣 來我有事情要問你 我請問一下教育局長 我請問你 為什麼 台東縣的 升學率 這麼低啊 你們聽不懂嗎 升學率 還聽不懂喔 有人現在笑了 他指詢教育局長 為什麼台東縣的升學率 這麼低啊 那應該念率還是念率啊 升學率啦 還聽懂 我看你不適合當教育部長 OK 好啦今天的課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各位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怎麼這麼大 我知道 我沒有